各位同学大家好 Ruby老师又要带同学来用字根轻松背单字咯 这一集是延续上一集的字根FACT 今天要看的是它的相关变化FACT 也有DO也就是做的意思 哇光是看别人做点心就觉得好疗愈哦 哼说的也是 这两个字根所带出来的单字几乎都是高频单字 所以一定要会哦 赶快来看看吧 Let's go 首先我们一样用这个幼幼般的单字 PERFECT来延伸出FACT这个字根吧 先来看看它的字根结构 我们看到FACT这个字根代表DO也就是做 前面的PER算是个很常见的字首 有THROUGH的意思指的是穿透或完全 从字面上我们解读为做得很完全 所以当然是完美的咯 例如你可以用片语 be perfect for something or somebody 有最适合的意思 例如你可以说 the pool area is perfect for entertaining 游泳池一带最适合娱乐 或东西处于最佳状况 in perfect condition perfect也可以当动词使完美 注意这个时候要念成 perfect 例如你可以说 as a musician she has spent years perfecting her technique 身为音乐家 她多年来不断在记忆上精益求精 接下来只要在perfect后面 加上ion的名词结尾 就变成名词完美或完善 perfection 如果要达到尽善尽美 你可以说 to achieve perfection 你也可以用reach或attent来搭配 另外体格上的健全 可以用physical perfection physical perfection 你也可以说 the dress fitted her to perfection 这裙子她穿着合适极了 看完了完美 我们再来看看不完美的 imperfect imperfect 只要在perfect前面 加上im代表否定开头 字面上看起来就是做得不完全 所以是有缺陷的或不完美的 就像图片里这些 长得奇形怪状的水果 只能说它们很特别吧 例如我们也可以形容不完美的世界 an imperfect world an imperfect world 接下来在imperfect后面 加上代表名词的ion 就是名词缺点或瑕疵 im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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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瑕疵 我们再来看看也是缺陷或瑕疵的单字 defect fact还是做 前面我们换上第一的字首 在这里也代表否定的意思 也就是not 我们给它不好的意思 所以从字面上解读为做得不好 所以就是缺陷或瑕疵 定义为a fault or imperfection in a person or thing 例如你可以说 a birth defect 先天性缺陷 或a mental defect 智力上的缺陷 或a physical defect 身体上的缺陷 接下来只要在defect后面 放上代表形容词结尾的ive de就是形容词有缺陷的 例如有瑕疵的商品 defective goods defective goods 你也可以说 her hearing was found to be slightly defective 经过检查 她的听力有点缺陷 缺陷还有其他常见的说法 像是flaw flaw是个名词 也是瑕疵或缺点的意思 只要在后面加上ed 就变成形容词有瑕疵的 flawed flawed 再把字尾换成less 是个否定的形容词结尾 字面上看就是没有瑕疵的 也就是完美无瑕的 flawless flawless 另外也有缺点的还有fault 可以代表过失缺点或故障 这个单字很常见 所以我们来补充几个用法吧 你可以说 find fault with somebody or something 挑剔某人或某事 例如 I was disappointed whenever my wife found fault with my work 每当我老婆挑我工作上的毛病时 我都很失望 另外还有at fault at fault 例如 he could never accept that he had been at fault 他永远也无法接受他犯了过错 或to a fault to a fault 表示某个好的事情做得有点过度了 例如 she is generous to a fault 他太过慷慨了 接下来在fault的后面 加上y的形容词结尾 就是有缺点的 例如你可以说 ask for a refund if the goods are faulty 商品如果有缺陷 可以要求退款 接下来要看的单字 和最近的新冠病毒有点关系 in fact in fact fact还是做 前面换成in的字首 在这里是into的语意 也就是进去 从字面上看是往内做进去 为了连结语意 我们把它解读为 进入人体产生作用 也就是传染或是感染 定义为 to make a disease or an illness spread to a person an animal or a plant 例如你可以说 a single mosquito can infec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一只蚊子就能传染很多人 或not every flu virus can infect every animal 不是所有流感病毒 都能传染所有的动物 另外除了表示疾病的传染之外 in fact 也可以指情感上的一种感染 这有点像是旁边的人打哈欠 你也会想打哈欠一样 例如 she infected the children with her enthusiasm for music 她对音乐的热爱 感染了孩子们 想要远离这些传染病 就得做好防护措施 刚刚in fact字面上 我们解读为 进入人体产生作用 接下来我们在in fact前面 放上this 这也是个常见的字首 代表否定not 字面上我们解读为 不让病菌进入人体 也就是消毒 disinfect disinfect 地义为 to clean something using the substance that kills bacteria 用某种能杀死细菌的物质来清洁 例如你可以说 to disinfect a surface or room or wound 对表面、房间或伤口进行消毒 要消毒当然需要消毒剂 所以只要在disinfect后面加上ant 这里的ant是名词代表物质 由于这个字尾相当常见 所以这里再说明一次 ent和ant是同一挂的字尾 大多有形容词的词性 但也可以当名词 通常不是代表人 就是代表物质 所以从字面上我们解读为 不让病菌进入人体的东西 也就是消毒剂 disinfectant disinfectant 例如你可以说 a strong smell of disinfectant 刺鼻的消毒水味道 另外也是传染病的一种形式 contagion 前面的con有together的意思 通常解读为全部、共同、一起 中间的tag是touch 也就是触摸 tag和touch在字型上很接近 应该很好联想 而且有一种游戏就叫做playtag 抓鬼游戏 很多人小时候或许都玩过 也就是摸到谁 谁就要当鬼 所以tag就带有触摸的意思 后面的ion是名词结尾 所以字面上就是共同触摸 这里指的是接触性的传染病 contagion contagion 定义为the spreading of a particular disease by people touching each other 曾经有一部电影就叫做contagion 就是在讲述一种新型的致命病毒 在几天之内席卷全球的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当中的片段 是不是很可怕呢 所以在现在疫情肆虐的当下 同学们一定要口罩戴好 随时消毒以避免感染哦 你可以说 scarlet fever is highly contagious 心红热的接触传染性很强 我们把字位改成形容词结尾的ious 就是接触传染的或有感染力的 contagious contagious 当然这个感染力和刚刚的infectious一样 也可以指情感上的感染 例如你可以说 laughing is contagious 笑是有感染力的 接下来要看的单字是 a fact a fact 我们又看到fact代表做 前面的a再重复下一个子音 是一个很常见的动态开头 我们解读为去做 你只要去做一定会对一件事情产生影响 所以a fact就是动词影响 例如你可以说 your opinion will not affect my decision 你的意见不会影响我的决定 另外如果你对一个人做出表达 那么这就是在情感上的一种影响 所以a fact也有在情感上深深打动的意思 例如你可以说 they were deeply affected by the news of her death 她死亡的消息使他们唏嘘不已 再来a fact也可以当作假装 这就更好理解了 这不就是做作吗 你可以说 she affected a calmness she did not feel 她强装镇定 接下来只要在a fact的后面 加上名词结尾ion 就是名词喜爱或感情 因为刚刚的动词语意 其中之一就是深深打动 所以这个名词跟情感有关 定义为the feeling of liking or loving somebody very much and caring about them 对某人非常的喜欢 并且非常的在意 你可以用片语 show somebody's affection 对某人表示爱 例如he didn't show his wife any affection 他没有向他妻子表达一点爱 另外你也可以说 win somebody's affection 或gain somebody's affection 赢得某人的爱 接下来我们在affection的后面 加上ate ate可以是名词 动词和形容词的结尾 在这里是形容词 意思是深情的或充满爱的 affectionate affectionate 例如你可以说 an affectionate kiss 深情的一文 或he is very affectionate toward his children 他非常疼爱他的孩子 我们前面学到affect 也有假装的意思 因为就是做作 我们只要在后面 接上也是代表名词结尾的ation 就是假装的名词 affectation affectation 例如你可以说 can has no affectation at all can一点也不做作 在这里要提醒同学的是 前面我们学到affect的另外一个名词 affection 是喜爱的意思 在字尾加的是ion 而假装的结尾是ation 所以不要弄错咯 接下来要看的单字是 effect effect 长得是不是和刚刚的affect有点像呢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差别 fact还是做 前面的ef 其实是常见的字首ex的变化 有alt的语意 也就是出来 所以从字面上我们解读为做出来 一件事情做出来 当然就会产生相对应的效果 所以effect就是名词 效果 影响或结果的意思 例如和环境有关的温室效应 greenhouse effect greenhouse effect 或服用药物之后会产生的副作用 side effect side effect 有时也可以指一件事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 另外在科幻电影里少不了的特效 special effect special effect 或是一些特殊音效 sound effect sound effect effect这个单字算是相当重要 尤其是这几个常用片语 我们一并来看一下吧 像是take effect take effect 见效或起作用 通常是指服用药物之后的反应 例如 the aspirin soon take effect RCP0很快见效 另外像是法规或规定的开始实施 come into effect come into effect 例如 new controls come into effect next month 你也可以用put something into effect 也可以搭配bring或carry来使用 另外要说某事对某人或某物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可以用have a some kind of effect on something 点点点的部分可以放上需要的形容词 例如你可以说 the crisis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trade 这次危机对贸易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effect的形容词 我们在后面加上IBE的形容词结尾 从字面上我们解读为有做出效果的 也就是形容词有效的 effective 定义为producing the result that is wanted or intended 也就是产生了预期的效果 例如effective listening helps reduce conflicts and develops a cooperative atmosphere 有效的聆听可以减少冲突 并且建立合作的氛围 另外像是有效的笔记技巧 effective notes taking skills 只要在effective前面加上代表否定开头的in 就是无效的 ineffective ineffective 在字尾加上ness的名词结尾 就是名词效力 effectiveness effectiveness 哇 终于来到最后一个单字咯 同学没睡着吧 最后一个单字是confact confact fact还是做 前面的con的字首有全部共同一起的意思 前面就说过咯 是啊 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 所以从字面上我们解读为全部放进去做 也就是食材的调制或混合 定义为to prepare by combining ingredients 混合所有材料以做准备 这里有个单字ingredient 还蛮重要的 Ruby稍微来说明一下 让同学更好背 前面的in是into 中间的grad有go的意思 后面的ent是名词结尾 代表物质 这个也说过咯 从字面上看过去就是走进去的东西 也就是做料理时放进去的成分或食材 这样是不是更好记了呢 接下来我们在confact后面放上名词结尾 就是把所有会肥死人的材料全部放进去做的甜点 confection 定义为a cake or other sweet food that looks very attractive 特别是指做得很精美诱人的甜点 只要在后面加上ery 这里是名词结尾 也是甜食的意思 通常是指饼干、糖果、巧克力这一类的甜食 confectionary confectionary 所以甜点店 你可以说confectionary shop 或confectionary store 耶!同学又完成今天的任务咯 另外有礼物要送给同学 Ruby把所有教学影片的单字打成索引页 同学可以快速查询你要学的单字在哪支影片 以便随时做复习哦 下载的链接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中 同学赶快去下载哦 Ruby会尽量两周更新一次 让同学累计单字不中断 也谢谢许多同学留言给我的支持与鼓励 Ruby也会再接再厉和同学一起成长哦 最后请同学订阅、按赞加分享 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便通知同学有新课程上架哦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